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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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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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来到了与当初相似的地点中 两人终于找到玉兽画猴猴 凭字绝发动远程共情议法 想要探查此时猴猴的意识境 此时北黄映却意外现身 扬言终止合作 并要在此地急杀谈谈 究竟面对如此危机 谭吴玉将如何应对 结果如何就请静待下级分晓 情报时期 荒废的星师台 云望然两人来到与宇文精武会谈 宇文精武道出所有陷害云广林的阴谋 皆出自他的嫉妒之心 包含应日提的参与阴谋 也全部说出 此时宇文精武身上的兽化实现将近 云望然不愿看到昔日长辈受苦 于是给了他应日提制作的抑制血清 情报18 宇文精武喝下血清后 身体产生激烈变化 这个药其实是应日提想用来算计云望然的假药 结果却让宇文精武意外中奖 宇文精武非常愤怒 以为云望然欺骗他 想在彻底受话前杀除云望然两人 情报19 宇文精武要动手之时 许多灵眼群众突然冲入 说明完全知道他陷害云广林的真相 原来一切都是挺检阅的事先安排 让群众在暗中观看一切 终于还云广林清白 宇文精武彻底身败名裂 看到如此情况 宇文精武想要杀除所有知道真相的人 云望然卫护众人 出手抵抗 此时红心意外出现 挡下云望然 情报20 在一旁观看的群众 再度使用语论压力 用言语酸宇文家父子的行为 没想到无耻的宇文精武却跪下 请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 此时一个灵眼 走出来发言 要他杀除变成命军走狗的红心 以证明他真心悔改 没想到宇文精武真的动手 红心猝不及防 身受重伤 红心彻底感受到父亲的丧心病狂 无可救药 红心在防卫时 剑刺中了宇文精武 阴剑上含有命军暗失的毅力 于是宇文精武彻底变化成为玉兽吞王 情报21 变化为吞王的宇文精武 失去理性要杀除所有人 云望然挺身而出 要终结他的罪恶 究竟云望然是否可以成功除恶 彻底消灭玉兽吞王 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枪 情报22 战场不远之处 刚才发言要宇文精武杀除红心的灵眼 原来是命军所假扮的 为的是让局势发展 变得更加有趣 正当命军得意之时 加楼寻红使用PVE闪避杀技暗杀而来 命军闪过瞬间 到吉末也使出同样招式发招攻击 究竟红宇到吉末是否可以成功杀除命军孤罗 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枪 那么以上是本次建议重点情报 再次做快速说明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 拜拜